如果它是数位型的开关 那它的用法就是 数位型的开关它的用法就是 如果你是插在类比输入角位的话 一样是可以用 那我们就一样把它设成 起右低角位 好那这时候你去看它的数字 低角位的数字 它没有按是0 那按下去就会变成1022 数位的东西 如果你把它当类比输入来用 它就会变成0跟1022或1023 那看它电路怎么设计 其实差不多 它就是两种数字 0就是没有电 然后1022就是接近5伏特 接近5伏特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数位的接角 比如说 你把它转 我随便切一个 接到第四角 我把它接到第四 然后那你的层次呢 你的层次就不是用这个类比输入了 就要改成 启用数位接角式 然后当作输入 那要读出它的资料 就是要找数位接角这个 第四号 那当然这边也是一样 一样的方式 说数位接角的值 所以你去执行的时候 它会是0跟1 因为数位的状态 它就只有0跟1两种 所以这个是数位的感受器 跟那个类比感受器 不一样的地方 那所以其实类比的比较好用 因为它各种状况 你都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直接拿来做运算 也可以用一个哨滨值 然后你要从哪里侦测 看是大鱼小鱼 或是把它切三段 从100到200 或者200到500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切 看你要切几段 是可以这样子用的 好 那这是数位的方式 数位按钮的处理方式 好 那其他的应该就差不多 应用的方式都差不多了 感受器 就数位跟类比 两种方式来使用而已 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我们真正在做一个小专案的时候 好 真正在做一个小专案的时候呢 大概会这样子 如果你定了一个题目 就是他想了一个题目之后 我们通常就会请他做一张 类似企划书 新制度之类的 那我们就会想说 他这个到底是什么 请经要用的东西 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现在要做一个东西 我说你一下 就是各位看前面 我现在要做一个竞赛的系统 那这个竞赛的系统呢 可以两队 可以做两队 就是两队比赛比较好玩 所以A队B队 然后我这边呢 就用五个灯条 代表五个等级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 然后B队也是一样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 然后呢 前面就装一个 这个侦测的系统 如果我是要计算运动量 比如说两队做福利提升 比较次数 看谁先到几次这样 那我就用红外线 或者超越波 然后我就开始让他侦测 然后开始做 然后做的时候 电脑就开始一边计数 然后就有一些鼓励啊 加油之类的 然后呢 可能今天做到第五 做到第五个 第一个灯就亮起来 做到第十个 第二个灯就亮起来 然后十五个 第三个灯就亮起来 然后等到二十五个都做完 就看谁先到 两队看谁先到 谁就胜利 那或者是说 如今我今天如果 不用运动侦测器 那我用回答问题的 比如说我做一个 四则运算或九九成法 回答问题在里面 然后你只要答对一题 我就加一 答对加一 然后灯就跳一格 答对第二题 跳第二格 看五题谁先答对 谁速度最快 就可以做这样的比赛系统 那所以 我们就会把那个情境 就有点像计划书这样 这个系统是用什么情境 两队以上的竞赛 然后 你可以用来比什么东西 那你就看你要做几个系统 这样 它硬体是一样的 硬体是一样的 好 那所以你就把你的内容稍微说明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有霓虹灯 闪来闪去 显示这个专案要开始 然后呢 红外线就可以开始计算 两队的运动数量 或者是 回答问题的 答对的题目 然后再来呢 就说明那个 怎么样算分 说明怎么算分 然后就开始比赛 然后把进度就记录在灯条 然后背景有一些鼓励或动画 然后先达标的动画 跟音效跟霓虹灯 大概有这些内容 你就把内容说明一下 这个大概就是题目的内容 然后我们会分析需要的硬体 那 其实不一定 都是一样的东西 有时候 像我们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会用到Addual 那你会用 如果是要做运动 侦测的话 你刚刚那两组红外线 就一组要一个 所以就会 好 侦测次数用 然后有两个 两个 所以要接在A0跟A1 你就要把脚位先把它定出来 然后 你要十个灯条 那灯条当然要买5伏特的 5伏特的Addual 可以直接输出 如果你是买12伏特的 那个你就要用继电器 然后还要另外找12伏特的电源 对不对 那就比较麻烦 然后一对5条 那分5个阶段 那有两对就要10条 那10条的话呢 它的作用是用来显示进度 或者开始或结束的霓虹灯 那10条的话 你就会有10个 输出的插 那个脚位要接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算一下 你要用到低级到低级 所以这边是用来检视你的资源够不够用 所以你今天做两对的话 你这个案子来讲 两对是够用的 你这边要10个输出 这边要两个输入 一片Addual就够了 如果两对不够 如果要做三对 我要不够怎么办 怎么办 如果今天要做三对 那这边还要5个输出 然后这里还要多一个输入 我们这边应该还有D2跟D3还可以用 有两个输出对不对 然后刚刚有讲 A0到A5也可以当输出 所以还有2 3 4 5 还有6个可以用 那你一个再来当红外线 就剩5个 5个刚好就另外5个灯条 所以一片可以做到三组 这样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一片其实可以做到三组 所以硬体需求 你要检查看 大家知道够不够 那不够呢 如果这样还不够 你今天要做一个全校的竞赛 然后你们一个年级有5个班 然后你要5个班一起上场 那就用两片 就用两片 所以你要先检视 你的这一个专案的需求 然后把材料准备好 然后最后软体的全用 那像有些状况 如果你的这个东西不能接电脑的 那你可能就要用Mblock把它转成C 转成那个C IDE的那个语言 然后把它直接烧录的 那你就不是用这个 所以我们会 在题目想好之后 我们会让学生去讨论这些东西 把这个东西伸出来 伸出来之后才能准备立体 才能做那个他的专案的大目标切小目标 然后开始去分工合作 所以等一下 请各位想一个小题目 然后做一张这个简单的表 新制图应该都用过吧 有没有老师没用过 都用过 那我们那个新制图在你的桌面上应该有 如果没有的应该有了 有的是放在这个工具资料夹里面 XMine 有的直接在桌面上 那你做好的图 做好的图呢 请你档案最后 你自己可以存档 然后请你汇出一张图片 汇出一张图片 汇出一张图片 然后影像档 图片档案 然后这边可以选JPG JPG 不要用那个BMP JPG其他三个都可以 就不要用BMP 好 然后请你先把它存起来 然后用你的名字 然后后面就是用你这个专案的名称 好 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图片先存起来完成 那完成之后呢 你再根据你的设计的内容 去做你的层次 那层次做好之后 好 请你存一份档案 另存一份 也是一样用刚刚的同样的名字 好 这样就有两个档案对不对 一个是你的计划书 一个是你做好的模拟的程式 然后最后 最后要交给我 好 不要紧张啊 做不出来没关系 做那个进度做到哪里就丢到哪里 好 好不好 所以 待会你就会有一个自己的作品 好 那我们就是模拟从那个案子的发想 到 企划的规划 然后到那个分工 然后到城市 写出来 我们整个流程走一遍 各位试试看 可以 可以合作 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合作 好 各位我们试试看 还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讨论或找我 这样子 我们必须要做的 谢谢